各位,連續幾天的天天科普會跟大家講講水的問題 我們知道世界上不是沒有水,有70%的地球表面是海,即是水 問題就是淡水,水有很多,但可惜淡水是非常缺少的 第一,我們沒有水搞不好,而我們喝不到鹹水作為沖水的osmosis 使我們會喝到很鹹的水,反而是缺水,而不是補充水分 所以我們要的是淡水,這是一樣的 第二,大部分食物都是在陸地上用淡水來種 因此我打算跟大家講講有什麼辦法可以利用很多海水來種植植物 第一個方法當然就是利用基因改造 譬如在中國已經有一些所謂的海水渡 海水渡其實就是利用選擇一些已經在海水那裡生長的野生渡米 然後通過交配和各種方法 使到那些渡米能夠在海水裡生長,而不需要用淡水 這是一個辦法,這個樣東西在中國已經很成熟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此今天的科普和大家講的是西方用的技術 第一個他們叫做Sea Water Greenhouse 海水溫室 這個海水溫室的原理其實都很簡單 但先決條件就是找一個地方近海,不近海就拿不到海水 最好就是陽光充足,因為你要做溫室 如果你想種植物,我們需要光合作用,需要光的 所以就找一個沒什麼異議的地方 通常這些地方有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在非洲,或者在一些地方,好像澳洲的一些海邊 都是這樣的地方 這些地方可以在一個溫室 溫室就簡單地,當然你要付出能源,才可以使溫室操作 所以就需要做幾塊太陽能板,我們就用太陽能板做的能源 接著我們需要就是有兩條喉 一條就是海的深處 另一條就是海的淺的地方 一條深喉,一條淺喉,鋪兩條喉 中間就經過一個水泵 好了,那些海水就從深那裡抽出來 就會流出去的淺喉 就是我們製造一個這樣的水循環 這個水循環當然要能量,因為你在海底裡抽些水回來 這樣抽回來的水就會比較冷了 因為海底的水就不夠了海面的水,是熱的 海面的水就受到陽光的照射原因 就溫度高一點,而冷的水也在水下面 所以我們就先抽一些冷的水進來 冷水抽進來之後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把這些冷卻的作用 用來做冷卻的作用 冷卻是甚麼水呢? 等我再說了 用來水先做一個冷卻的作用 這個冷卻的作用就是 在冷卻期間這些海水會被加熱 我們再說冷卻的作用 冷卻是很濕的潮濕空氣 在冷卻潮濕空氣之後 自然就會把空氣中的水分凝固出來 變成了水 這些水就是乾淨水 是清水來的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有清水供應 如果我們有一個很濕的空氣 所以我們就要製造很濕的空氣 當這些冷卻用途之後的海水 現在溫度上升了 上升了之後 你繼續向溫室的前面流 我現在洞海水一流流 就是溫室的最後面 最後方我們有一個凝結的東西 以便把溫室裡面的潮濕空氣 凝聚變成了乾淨水 溫度上升了 溫室的水 溫度上升了 溫室的溫室 留在溫室前面 在溫室前面 在溫室前面 滴落了指板 滴落指板 滴落指板的時候 會將指板整濕 但當指板整濕之後 那你剩下的海水就可以流走了 前面的紙板弄濕了 這個紙板通向著海 在這個溫室的後面有大型的抽氣機 這個大型抽氣機抽風就出去 換句話說,你就會在溫室製造一個氣流 這個氣流就會在溫室向海那邊,向著溫室尾流動 而因為向海那邊的入口有一塊網 將空氣造成潮濕 換句話說,當空氣通過溫室時 已經是非常潮濕 在這個潮濕情況之下 很多植物就可以利用空氣之中的濕度來生長 如果這些植物還需要水分的話 也可以在後面那裡 拿到那些營濕回來的水 用來給植物用 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大的氣流 使到空氣在前面流進來 然後通過這些隔板之類的東西 燒到空氣變成很潮濕 在這麼潮濕的空氣之後 就可以通過你的溫室 然後在後面凝固出來變成淡水 讓你的溫室用 過了這個角色 你為什麼在溫室中 當然是由你的溫室決定 這就是所謂的 Sea Water Greenhouse 用海水造成的溫室 這個溫室當然需要太陽 我們要選好方向 需要太陽 需要附近有個海面 而可以利用海水 我們需要兩條喉 一條喉 一條喉 在深的地方 我們把海水放進去 另一條喉 就是流出去給海水 即是回流 回流的水 當然會少 讓你拿去耕種 在這個過程 你需要能量 能量 一個方法 可以利用太陽能擺 另一個方法 你當然是用其他方法 來產生的能量 能量主要做什麼 就是做兩個用途 第一 抽水 在海裡抽水上來 第二 抽兩個大型風扇 抽一些大型風扇 使到溫室有不停的氣流 是由一邊流去第二邊 這一個 就是一個好的辦法 利用海水 來種一些 不可以在行的地方種的植物 這個是一個辦法 明天我會和大家講 另一個辦法